大家好 我们上节课完成了这个用户登陆我们后台的这个功能 那这节课呢 来把我们这个功能更加完善一点 让我们的逻辑更加严谨一点 首先呢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访问一下我们用户登陆的这个页面 好 3w.tp5.com 然后admin模块 下面的这个index控制器里面的login这个方法 这样子呢 我就会跳到这个用户登陆我们后台的页面 然后我来输入这个用户名信息 好 我们的用户名是赵文卓 然后密码呢 123456 然后他再来输入我们这个验证码 bmxq 当这个验证码也正确 用户名密码都正确的时候 他点击登陆就会跳转到我这个用户的这个后台的首页 那大家来看 我再来打开一个页面 如果说某一些用户 他不登陆我们这个用户信息 或者说他不知道我用户的信息 但是呢 他知道了我这个后台的这个具体的控制器具体的方法 也就是他知道了我们项目的这个路由 他直接在我们这个url地址栏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路由地址admin模块 下面的Uder控制器里边的这个index直接来输入路由 他同样的也能够进入我这个网站的这个后台 然后呢也能够完成对我这个管理员的增刹改刹的操作 那对于我们这个网站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一点严谨性都没有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是要把这个逻辑来给大家完善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完成这个后台 我们正常的逻辑是 你必须要登陆 必须是我们的管理员 你才有权限登陆到我这个网站的后台 然后呢 才能够完成一些对我们这个用户模块 这个增刹改刹 包括我们这个网站的设置 留言管理 栏目管理 才能够完成对我后台模块 一些具体功能的一些操作 如果说你在我的数据库里面 或者说你不是我这个网站的管理员 那你就是没有权限来登陆 我这个网站的后台的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要把这个功能来给大家实现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鸡类的认证系统 然后呢 让我对后台所有操作的模块 都继承自这个鸡类的控制器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鸡类的控制器里面 来进行一下判断 如果说我们这个用户这个系统里边 没有这个用户登陆这个信息 好 那我就给他跳转到这个登陆页面 如果说有他这个登陆的信息 好 那我就直接来跳转到 他要操作的这个后台的具体哪一个模块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框架里边 再来新建一个鸡类的控制器 我们要在这个control点里边 来新建一个文件 好 new file 然后来写上我们的 进行括号 问号 php 好 那既然是鸡类控制器 我们就给他起个名字 叫做base base.php 好 然后在这里面呢 来写上他的命名空间 name space app 下面的admin 模块 下面的controller 然后呢 我们需要 u字一下 sync 下面的 controller 好 我们来定义一下 class base 然后x tans 这个controller 好 我这里边应该怎么来写呢 我们这个tp5框架呢 他为我们封装好了一个方法 有一个叫控制器的初始化 我们来看 他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这个控制器 继承了这个synccontroller类的话 那就可以定义这个控制器 这个初始化方法 int int 这个方法 在这个该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这个方法调用之前呢 首先执行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说有控制器 继承自了这个base 他如果说要进行 这个具体这个控制器 如 假如我们这个优弹控制器 他继承了优弹.php里面 这个优弹控制器 他继承了我们这个base 他在去执行这里面的具体的某一个操作的时候 他首先要去执行一下base里面的这个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认证的逻辑写到我们这个里面 怎么来写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我们来定义一个方法 这里呢 他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我们可以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然后initalizealize initalize 我们直接呢 可以把这个给copy过来 好 直接call过来就可以了 public function intalize 也就是说 他在去执行具体的模块之前 首先要执行一下这个方法 好 他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u.php里面去调用了一下他负类的这个 构造方法 那我们呢 在这里面来写一下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说他这个我们用户登陆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用户信息存到了session里边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来进行一下这个session的判断 如果说session 这个里边呢 他没有这个名字 session name 如果说没有 好 那我就dollar this 调用一下我们的eror error这个方法 请先提示信息 请 先 登录 系统 然后呢 我们再给他一个跳转页 给他跳转到我们的index控制器里面的这个 log in 页面去 然后呢 我们这个逻辑写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这个u的控制器 他接下来就要继承字 我们这个base 然后呢 我们这里需要来use一下就不是usesync下面的controller了而是useapp下面的admin模块下面的controller下面的base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仅仅我是我的这个用户门块 如果说我们可以来打开一下我们这个 网站 我这是用户管理 如果说我有栏目管理 那我会在这里呢 这个项目这里 这个位置再会定义一个文件 那我需要我定义的这个栏目管理 这个控制器 也要继承自我这个base 当他去要去操作在我这个路由这里去输入我这个栏目 这个控制器 栏目下面的一个添加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首先呢 就会去执行一下base里面这个控制器这个方法 然后来判断一下他有没有登录 就是说我这个session里面有没有这个用户的名字 如果说没有的话 他就会提示一个信息 请先登录系统 然后呢 跳成到了这个用户登录的这个页面 如果说有 那他呢 就表示已经登录成功了 然后呢 直接就能够去执行他里边的具体的方法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验证的这个逻辑 好 我们把这个文件来保存一下 好 我们也保存一下 那我们呢 再来试一下 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成功 然后呢 把这个关掉 我这个也退出登录 好 好 我现在呢 再来去访问一下 我现在是没有登录状态 我直接去访问一下 后台 admin 模块 下面的 优点控制器 下面的这个index方法 用户模块 首页 大家来看 是不是先提示我们 请先登录系统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登录了的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有这个用户信息 赵文卓 然后 123456 然后 这个验证吧 是找一个清楚一点的 再换一个 8FPC 好 8FPC 好 验证成功 然后呢 他接下来就会跳到我这个用户的这个后台首页里边 好 当你在退出登录之后 哪怕我们刚刚演示的是用户模块的这个首页的这个方法 那我呢 可以再来换一个 我可以去 跳转到用户模块下面的这个列表 这个方法 大家来看 同样的 他也是 让我先登录系统 然后呢 你再去跳转啊 这个啊 添加的这个方法 也是让登录系统 这样子呢 就能够保证我这个网站这个逻辑呢 更加的严谨 让我们这个后台更加的安全 如果说用户不登录系统 他就不能够对我这个后台数据进行任何的操作 这样子呢 达到了我们这个项目 这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好 那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aders phone and chair 词 词 回路 词 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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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